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方启元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三星携手支援 法人表示台积电技术领先 商业院报告 景气将持续缓慢爬升 至今年7月无余 速化产业2018-19年PTA进入运查上升循环 涨价加上转单效应 被动运舰厂商需求强行 来关心台股 美国四大指数上周五呈现高档震荡 台股今天则在台积电开高带动之下 指数开盘上涨29.28点 以10727.45点开出 指数走高 一度触及际线却欲反压而回党 法人分析台股追价力道不够 压股也偏弱势 近期人偏震荡整理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对进口钢铝 分别征收25%和10%关税 分析指出可口可乐等饮料业者 大量使用铝罐装 可能增加生产产本 甚至让饮料涨价 法国财长表示欧洲联盟将很快推出计划 像亚马逊和脸书等大型网络公司课税 从这些公司在每个欧盟国家营运的收入 课税2%到6% 三星强攻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挖矿晶片上机 或还与台湾联电集团旗下细致财场 致援合作 透过致援的客户委托设计能力 找来更多客户 扩大三星订单 校正台积电 美国通用轻车南韩分公司日前才传出群山工厂官场 杜透社报导之后将大举裁员5000人或是30%员工 不过如果南韩政府同意约新台币820亿元的业务亏损救援方案 通用会持续南韩分公司目前的产量 新台电视这里报导 再来带您看到虚拟货币跟AI产业兴起之下 巨量运算需求庞大 尤其名为AC客制化晶片 可能会成为新世代的热门产业 台湾IC设计领域上独步全球 也成为了产业重要亮点 几平大的空间 主机连成一片 虚拟式为货币正夯 挖矿机需求水涨船高 不过光用CPU中央处理器 GPU图形显示器 显然已经不够 Graphics cards and CPUs are designed to be able to process a huge range but it limits their ability to do one thing really really fast So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 or ASICs these are as the name implies designed and purpose built to do just one thing 占位采光设计而生的ASIC专用集成电路 也叫特殊应用晶片 具有运算效能较高 大小符合需求 也较为省电 成为热门趋势 带动IC设计 D-RAM半导体 各种需求提升 特殊应用晶片 主要设计研发能量 就来自台湾 国内IC设计公司创意 由台积电副董事长 曾凡成领军 瞎带台积电光环 主力瞄准特殊应用晶片设计业务 去年营收121.6亿元 EPS6.38 而连电旗下的智源 也被南韩三星看重 今年将强化14奈米 10奈米以及7奈米的合作关系 去年每股赚上3.4元 这个HPC的这个速度 是HPC的应用 会是非常广的 人工智慧的兴起 跟各种云端的服务增加 另外在挖矿机 这个游戏机 智慧云助理这边 也持续提升这个消费型市场 这边低运的需求 特殊应用晶片 伴随人工智慧 物联网需求起飞 应用扩大 目前ASIC业者 除了世新KY创意之外 手机晶片大厂 联发科还有林洋 也宣示即将进军 跨入市场 新台电视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由于贸易战效应 国际资金 弃美元 挺日元 外汇市场涌现 日元 避险需求 金融时报 亚马逊10亿美元 买下智慧门铃制造商 Win 展现领导智慧家庭 市场企图心 华街日报 全球最大基金 黑石集团 出于压力 罕见发生 要求旗下投资的 枪械制造商 说明枪管历程 日本经济新闻 世界制药大厂目标锁定 中国投入大型新药 规制缓和成助力 观众朋友知道什么是月桃吗 月桃可以拿来编织 包粽子 还能够透过科技萃取的方式 来做成保养品 被称为是月桃专家的何勇卫 以数十年对月桃的认识与研究 引进二氧化碳超灵界萃取设备 萃取出月桃紫精华 来提高月桃价值 我们带您看到台湾业者的 应景精神 如何将传统作物 升级进化 传播国际 今天的产业指观 反山满谷的月桃 三到五月开花 秋季结果 受气候影响 今年月桃大丰收 趁阳光露脸 都没忙着把月桃紫晒干 为萃取金华做好准备 这个就以前在做人丹用了 一个月桃紫 在本草钢里面叫做杀人 其实月桃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像是它这个月桃呢 可以拿来编织成包包或是帽子 那么它的这个月桃紫的部分呢 就可以拿来包粽子 那月桃紫呢 其实也是重要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天 也有人把它拿来萃取它的活性成分 提高价值 一百公斤的月桃紫 可以萃取一公斤多 晒好的月桃紫 打萃后 进入二氧化碳超灵界萃取设备 用常温三十到四十度C高压 直接以CO2流体 将植物有效成分 从细胞中溶出萃取 拥有天然物不被氧化 附加热破坏 没有溶剂污染等优点 保留月桃的活性跟香气 比一般萃取还要高 升级业者和勇味 把这些珍贵元素 应用在保养品 精油等 获得国家制裁局专利证书 现在也在积极的接洽 用月桃紫萃取的这一些的精华 直接出口到国外 像我们现在也有在跟日本 在跟法国 一些国外的厂商 在他们也都非常的有兴趣 就连月桃业也能拿来做成茶包 和勇味如此清除月桃特性 除了研究30多年 从小住家附近就有很多月桃 和勇味都会砍月桃 让哥哥带去上学 到市场贩售 经多年相处 和勇味透过月桃 来学到台湾人的应景精神 月桃在台湾话 月应该说是月还是公元 但是月桃不叫鬼头 不叫外头 我叫夜头 夜在台湾话的意思 是一种应景的精神 勇于研发冒险的这个透支 所以我要用这个来代表 我们台湾人的一个透支 全台月桃20多种 何勇味选择低海拔的月桃品种 并且产生合作 共同研究月桃特性 挖掘月桃价值 创造在地故事 也大手笔引进二氧化碳超 临界萃取设备 和PLUS一万无城无郡市 为萃取月桃做好品质控管 在何勇味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人看到月桃的价值 何勇味预计有名后 月桃加工品产值 相超过1亿元 我相信说 以月桃籽的萃取这一方面 我们目前可以说是 世界首期以止的 能够把它成为一个产业 能够成为以后 在月桃的应用 世界上最有名的生技场 那这个是月桃的洗面乳 洗面乳 精华液 各式保养品 都是月桃籽萃取精华制成 何勇味也运用萃取后的月桃籽 做成去角质的月桃造 目前共有20多项相关产品 何勇味将持续研发 要把台湾应景精神 透过月桃传播世界各地 但您看到明天3月6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高通年度股东大会 决定是否将控制权交给博通 新北市侯富市长请时交接 印度联合16国海军举行 米兰军演 以及澳洲央行公布地域提议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方啟源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